賀俊翔當天就喝多了 就在女孩子 看中的一個夜總會女孩 嗯 就猛親人家伸手頭親了三面 親哪裡 親嘴巴 還深深紅 重點是 他們最後懷還翻了下一場 下一場去哪裡 就跟大家說了 因為賀俊翔是有婚姻的 有小孩了 一般二的時候是誰生日 張俊傑生日 張俊傑帶了三個女朋友一起去哪裡 去夜總會 結果點了小姐 結果點了小姐之後呢 他們自帶了一個女生 這一開頭的 皮膚非常幼黑 她非常喜歡誰 她非常喜歡張俊傑 所以她那天很想要睡張俊傑 就女孩子自己想要睡張俊傑 但是她也不一 結果呢 賀俊翔當天 就喝多了 就在女孩子 看中的一個 夜總會女孩 真的嗎 就猛親人家 深深紅 親了三面 親哪裡 親嘴巴 還深深紅 重點是 他們最後懷還翻了下一場 下一場去哪裡 就跟大家說了 因為賀俊翔是有婚姻的 有小孩了 你跟他講有什麼差別 我就不說了 你們禮拜二的時候 去王牌的 夜總會 去了王牌 夜總會就去哪裡 去了大子 沒錯吧 去了大子 沒錯吧 你確定可以講 可以講 是不是 因為我昨天去查證了 OK 我有錄音啊 我有查證了 如果 賀俊翔 你挑戰我的話 我就把證據拿出來了 不要挑戰我啊 我可以講真的是有 沒有我跟賀俊翔 沒有我跟賀俊翔 我先給你聽一下 沒有問題 因為手機正在直播 沒有辦法播出來 對 謝謝 我手機正在直播 要不要再講出來了 其他我就不說了 就這樣子 好不好 大家知道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要人不知 不會請莫為 別以為包廂或房間關起來 就不會有任何的風箏 傳出去 就…